有人,其心动念所作所为,我看不惯,怀恨在心,这种怨恨,张爱我修道,张爱修定, 张爱观想,张爱念佛,念佛堂,张爱念佛,所以真正修行人,要保持心贫气活,不要把别人的过错放在自己心上, 我们自己吃的亏大了, 决定不能怨恨相报, 戒怨成仇啊,这个事情麻烦到, 佛教导我们,决定要避免,吃亏了,也不给他结缘,上当了,受他的陷害,受他的羞辱,都没有报复的念头, 成就你自己的德行, 忍辱波罗尼尔, 你能忍,就能修定,能修定,就能开智慧, 精刚经上讲六度,最重要的念门,就是布施,忍辱, 不是去修福,忍辱能够积德,让你所修的福不会失掉, 不能忍,一面修,一面就失掉了, 这有漏嘛,就漏掉了,就功德漏掉了,修一点佛报而已, 那佛报来生在人天,不能往生,这个必定要知道。